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 我现在在车里呢 我家乡这个地方是大西岩岭 前段时间我家乡这个地方就是着森林大火了 着了有十来天了 完了有很多朋友他私信我 说这个火场现在灭没灭也好 什么情况 今天我就上山 然后给大家拍一下 让大家看看大西岩岭山上着火是什么样的 但是应该是灭了 但是我得上山看看去 我给大家给实拍一下 但是我这个车吧上不去 一会呢我坐一个别的车 因为我这个车属于面包车 我家乡这个地方是邻居 山上全是那种路 完了他不好走 也坐一个越野车去 完了让大家看看这个大西岩岭这个火场是什么样的 咱们马上出发 从那边上 马上出发了 现在上车 这是个越野车呀 面包车是不行了 哎呀 我整个人冰了嘴 扑火的往回撤了 就是扑灭了看 车都回来了 应该是外局的 就是外局 那个来帮助扑火的 这是拉人的车 现在全是扑火的车都往回走了 不是现在抢火 高以前就老大板壳 现在真都要抢火 现在上山扑火 咱都坐大个车去 想不着火 尤其远程 不冷啊 是不是 不容易 不容易 以前扣大棚子 下雪 你下雪又得带他 往棚子里摆的 对 现在这 小赵老队 整个相机呢 大巴 都注意了 现在呢 应该 现在往山里进了 这个是天有 他们那会儿 这个路呢 都是山路 解一路 别的车真上不来 不能往里走了 看着大泥 我现在已经下车了 让大家看一个东西 我家乡这个地方 产量最大的东西呢 就是 就是这个 野生松子 这个呢 就是野生松子的树 看看 有很多朋友问我 他说这树有多高啊 树不高啊 一般树也就是 两米 两米五到三米吧 就这么高 完了踩的时候呢 我前几天不拍个视频吗 拿个钩子 一钩 它就下来了 这就是 这就是掌松塔的 刚才吧 是水泥路 水泥路吧 它只能到山下 这块呢 全是碱一路 看 全是大石头路 这块就是火场了 让大家看看 这个火场是啥样的啊 这火已经灭了 嗯 就是像这种火场 烧完了以后呢 这全是 全是松塔树 这种松塔树吧 能长这么大 就好几十年 所以说这烧了以后 几十年以后吧 这个松塔才能给结果 都白瞎了 这也是当地老百姓 一个财富 烧的全是松塔树 因为它这个松塔树吧 它好着火 因为它里面 还有油性啊 嗯 还有这个火场 大家看这个树了吧 完了 你们很多朋友 肯定问我 你看大海 这个底下都烧了以后 这个树 慢慢能 慢慢是不还能活呀 这个树都活不了了 它一过会就活不了了 完了 等到那个今年冬天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 所有的树全部就放倒 为啥放倒啊 要是不放倒的话 这块这个树呢 它该有病虫害了 所以说把这个树 全部叫结伐 全部就跟剃头似的 全部给剃光 剃光光了以后呢 等到后年的时候 完了人工造林 再来上来 完了把这个 呃 这块空场地呢 再全部给栽上树 你像那个松散树的话 就得自然更新了 要是能长就长出来了 长不出来也没有办法了 这个就是 是火场 都老大了 让大家看看哈 呃 大家看这个树根了吧 这个树根啊 它是这种情况 这个树吧 原来是栗子的 它这个着完火以后呢 这个从草皮的底下开始着嘛 这个根 它全部给全部给烧断了 风一挂 哐当一下 这个树呢 就倒到这里面来了 你看全是绝根 呃 我找一个未倒的 马上要倒的 大家看看啊 看见了吗 这个就马上就要倒了 看这树根 已经全烧完了 这一棵树 到时候风一催 它就倒了 所以说这火场 在这里面扑火的时候 也是挺危险的 因为晚上嘛 一般扑火都在晚上 呃 晚上它这个 它就着了 着了以后吧 这个扑火队员 在这个山里走的时候 说明啥时候 这个树就绝根倒了 就能把人给 把人给砸着 头几年打火的时候 有很多 都是这样的 给伤亡的 也不少 现在 我现在在这个火场里面 一闻全是草皮子的味道 这一片呢 全是 全是松塔树 白瞎了 因为这个松塔吧 采一袋了呢 都能卖个千八百块钱的 采一马袋 你看这烧的一片一片 全是松塔树 这一片就没烧着 这一片也全是松塔树 这一片森林呢 就是松塔树的森林 那个树高的呢 它叫落叶松 完了这个树矮的呢 它就是长松塔的树 你看这一片 白瞎了 这一片看见了吗 这一片呢 它底下铺的是木头 为啥铺木头呢 这人呢 晚上铺了 对眼就躺在这个地方 他睡觉 完了上面这个杆子吧 它原来呢 它是这么直起来的 打个斜坡 上面铺的塑料布 防止它下雨嘛 他们人就住在这里面 那会儿我发现一个烟点 现在还正在冒烟呢 我呢 拿个棍 给它捅灭了 现在在这个森林里面啊 要是看见有冒烟的地方哈 都得给捅灭了 看这个地方 有些时候这个火吧 它就在这个草皮子底下着 外表丑的是灭了 实际上都在草皮子底下呢 这种草皮子底下来 他们吃的土豆 烤的土豆吃 烤的土豆 看我又发现了啥 各位 这个呢叫红豆 就是野生红豆 哎呀 真甜的 野生红豆 泡酒喝老好喝了 那个酒泡完以后都痛痛的红的 红豆 我现在已经爬到半山坡上来了 大家知道这火着的有多大吗 我在这个位置啊 只是一个小甲 我拉近点啊 让大家看看那个山 咱先从这个山开始看 看到吧 这个山是绿色的啊 你看 前面这个山看见了吗 这个山 这山已经变成这个颜色的了 这个颜色的山呢 就是代表已经全部都烧了 你看这颜色 雀黑雀黑的 你看啊 旁边这个山来个对比 这边是绿的 全部都烧光了 全部都烧光了 真快这堂车 这就是装甲车 刚才他加油了哈 现在油已经加完了 然后让大家看看 等一会儿的 看这专甲车这里面 这个方向盘呢 这都是铁的 这里面挺简单的 我以为这个玩意 瞅到外表 感觉挺结实的 里面挺豪华的 实际里面也不好华 你看这衣服 扔的 还有土 还有沙子啥的 你看这底下 这方向盘太简单了 这仪表盘是这样的 上面还有一个天川 这个脸你给我照着下 你给我洗出来 行啊 看看这块 这松塔 上山都已经把松塔都烧了 但是没烧熟好 是半熟 全是烧的灰 大家看见这黄花菜了吧 这个黄花菜呢 都是我家乡今年的新黄花菜 这是纯野生黄花菜 这个是我们当地人 在那个先锋七十线 十七公里采的 那块吧 是我家乡产量最大的地方 这个黄花菜呢 它是用温水泡一泡 然后打一个水钞 炒鸡蛋炒肉丝 它老好吃了 看看 嘎嘎嘎 全部都晒透了 看这黄花菜 大家要是有想吃 今年新黄花菜的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连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要是找不着连接呢 就是点击出窗 或者点击我主页上的店铺 或者呢 就是在抖音上点击小黄车 然后都在里面呢 下完单以后呢 我用最快的速度 给大家给游走啊 我现在把昨天晚上后台下单的黄花菜 给它包出来 看看多好 一个是一个的 货已经全部包完了啊 现在孩子正在撞货 大家看见了吗 这养孩子终于能用上来 把货装上 送快计去 我到快计了啊 马上给大家发货 我得从 我得抬过去 已经进屋了啊 一会儿大家发单号 给大家发货